Rudimental Solo 練習 嗨 大家好 又到了150個Rudimental Solo練習的時間 今天是第49號Solo的步驟2 我將打後面8個小節 還有介紹Single Drake這個手法 一起來看看吧 今天來介紹Single Drake這個手法 在介紹這個手法之前 我想先跟各位討論一下關於DRAG這個概念 通常我們在打DRAG的時候 我們都會依附到我們主要要打那個點 會變就像FLAME一樣 然後只是把FLAME那個點變雙點 就變成 但是呢 因為我們是打鼓組嘛 所以我們可能會打在各種不同樣彈性的打擊面上 甚至有BAR類就是金屬類的 所以如果我們很靠近的話 在很不彈的時候 我們那個DRAG的聲音會很不明顯 再來呢 像Steve Gatt 他在打Single RUDMA Q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 他會把那個 本來RUDMA Q是長這樣 但是他把那個RUDMA Q的那個 前面那個DRAG的點呢 放大跟後面的單點的距離是一樣的 所以 藉由這兩個概念 那 我自己在打Single Drake這個手法的時候呢 我會把它先想像成是一個三連音 它會是 123223 3234 231 23223 3234 231 會先變成這樣 然後呢 再把它想像成四個一組 就算四連音 1234 2234 3234 4234 1234 2234 3234 123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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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那這次我打Single Drake的方法 成績 1635 全績 1134 4 134 1134 1134 114 一二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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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字幕作成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